开心的小仓鼠 从前有一只小仓鼠 在所有的小动物中 它的个性其实有点坏 事实上 它还很爱嫉妒别人 很好吃哦 哼 为什么它有冰淇淋可以吃 我也想吃 有一天 小仓鼠看到小兔子 正在吃一块大蛋糕 小仓鼠忍不住甜甜嘴巴说 哇 蛋糕看起来真好吃 我一定要吃到它 它看起来真香甜 于是 小仓鼠吓跑了小兔子 我是贪吃鬼 我给我蛋糕 有鬼啊 小仓鼠一口吞下大蛋糕以前 还不忘了要吹熄蜡烛 然后一口把蛋糕塞进嘴巴里 脸颊都快塞爆了 当小兔子回来时 它左看右看 怎么回事呢 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蛋糕不见了 它看了看四周 看看小仓鼠背后 又看了看地上一眼 我的蛋糕呢 它跑到哪里去了 小仓鼠耸耸肩地说 别怪我 然后它甩甩尾巴 愤怒地离开 它原本想要回家 但是吃完蛋糕还不够 一块蛋糕 怎么能满足得了我呢 一时这顶帽子好看哦 还是这一点呢 接着小仓鼠又看到 小老鼠正在试戴帽子 有各种形状和尺寸 高的 矮的 大的 太小的 哇 那些帽子真好看耶 如果我戴上这些帽子上学 看起来一定很酷 于是小仓鼠拿来一颗气球 然后把它刺破 吓跑了可怜的小老鼠 看我的厉害 接着它一溜烟地抢走帽子 发生什么事了 我是偷帽大刀 当小老鼠回来时 它看了看四周 看看小仓鼠背后 又看了看地上一眼 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我的帽子呢 它们跑去哪里了 小仓鼠怂怂间说 别看我 怎么办 那些都是我最喜欢的帽子耶 小仓鼠原本要回家了 但是它又听到一种音乐声 连地板都跟着音乐在震动 嗯 那是什么声音啊 小仓鼠发现了一只杀鼠 这只杀鼠带了一个手提音响 哇 看起来真炫呢 于是小仓鼠又吓跑了小杀鼠 看我的秘密武器 哇 有蜘蛛 等小杀鼠回来时 它看了看四周 看看小仓鼠背后 又看了看地上一眼 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哎 我的音响呢 它在哪里 小仓鼠怂怂间说 嗯 嗯 看五 接着 音响开始播放下一首音乐 嗯 哇 由于音乐的节拍很大声 连小仓鼠的头也跟着打节拍 由于音乐太过大声 小杀鼠只顾着唱歌和跳舞 我的脚还要打大声 小仓鼠痛苦地大叫 我的软音乐挺吓死 我要做起欢声 小仓鼠说 它把脸颊里塞的东西全拿出来 这些东西已经不见一个礼拜了 小老鼠说 小仓鼠 你偷藏的这些东西 都不是我们的 你偷了你自己的东西 这块蛋糕 这些帽子和手提音响 都是为了你的派对所准备的东西 看到它们这些贴心的举动 小仓鼠这才了解 它是多么的自私 我不应该这样偷东西的 我应该学会分享 小仓鼠向大家说抱歉 然后一整个礼拜下来都表现得很好 我们原谅小仓鼠吧 于是大家举办了派对 然后开心地玩起捉迷藏 来抓我 等一下 等一下 来抓我 小兔子先跑去躲起来 躲在哪里好呢 小兔子在哪里呢 小仓鼠耸了耸肩 并且说 小胖鼠 不 我可以 都给大家吃 我刚刚做 不要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